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孙瑞雪的爱和自由》 孙瑞雪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 他的这本《爱和自由》开创了中国幼儿教育界的新纪元 成为中国新一代父母养育孩子的必读书 从2000年8月第一版面试以来 至今已修订了三版,累计认刷33次 虽然《爱和自由》是一本幼儿教育书籍 但它并不是育儿百科 没有对具体问题的指导 比如说孩子不吃饭怎么办 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 也许有人要问 那这本书的价值何在呢 因为这是一本更高层次的理论引领的书籍 理解了相应的小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这本书由23个主题演讲集合而成 随着演讲集 但各个主题之间又不是毫无关联的 我把这23个主题 贵纳为相互关联的三个关键词来给大家讲解 分别是爱、自由和规则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关键词 爱 儿童一切生活的基础和对未来的认知及行为 几乎都归结于早期教育 而早期教育中 爱是孩子的人格、心智、道德等各方面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因此 孙瑞雪认为 爱是儿童各方面成长的背景之一 是儿童成长的土壤 大多数人会认为 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 如果你是孩子的父亲或母亲 可能也不会认为自己不爱孩子 相反 大多数父母会认为自己非常非常爱自己的孩子 尤其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父母会为他的一个笑容而欣喜 会为他的一次无意识发音而欢呼 也会为他的每一个小小成长而惊叹 可是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手脚更加灵活 自主意识 独立思考能力不断地增强 我们是不是 还是一如既往的 这样无条件地爱他们呢 也许有人会说 我怎么会不爱孩子呢 我每天给他吃好的 穿好的 穿名牌 自己省吃俭用 给他报兴趣班 难道我还不够爱他吗 可是 让我们再反思一下 生活当中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做的 比如 孩子要玩水 玩泥土 我们是放手让孩子尽情去玩呢 还是立马阻止呢 小婴儿到一岁左右就会用手 用小勺子尝试自己吃饭 我们是不管桌上地上 可能的一片狼藉 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吃呢 还是 拿着玩具一边哄 一边抢过他手里的小勺子呢 一道题目 你辅导了很多遍 孩子依然做错 你是心平气和地说 没事我们再来一遍 还是暴跳如雷地说 怎么回事 都讲这么多遍了 还不会 当着外人的面 你会客观而适当地 称赞孩子的优点 还是恨铁不成钢地指责一番 以证明自己为他操碎了心呢 说到这儿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场景 比比皆是 没错 在我们看来 这都是爱 只是爱的方式不一样 可是 在孩子看来就很不一样 他们不会认为你的担心 指责是爱 相反 他们认为 父母发自内心的微笑 由衷的赞赏 鼓励的眼神 专心的陪伴 才是真的爱 只有这些积极的因素 才是他们成长的动力 因为爱从来不是一个概念 或者头脑当中的一个念头 而是表现在平时里的 一句话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一个微笑当中 用书中的话来说 如果孩子做错一件事 你对孩子说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 这不是爱 但若 你拉着他的双手 对他说 妈妈爱你 但这个事情不可以这样 这是爱 如果你的压力过大 控制不住情绪 对孩子发脾气 你能不能安静点 没看见妈妈在工作吗 这不是爱 但若是你对孩子说 妈妈现在心情不好 但妈妈坏心情 跟你没关系 不是你的错 是因为妈妈工作的压力 这才是爱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当中说 父母对儿童真正的爱 就是关心他的成长 也是爱的最好状态 但是也是最难的 因为关心孩子的成长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那怎样才能使孩子 在成长过程当中 感受到爱呢 但是 给予孩子成长的机会 并让孩子感受到你的爱 为孩子的发展 和每一个生活细节 提供条件和帮助 可是啊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 因为很多父母 对孩子的成长一无所知 他们总是 从自己的经验或利益出发 对孩子的成长 直手画脚 不要动 我来帮你 小心 有危险 脏 不能拿 但是呢 却很少考虑孩子的想法和利益 都说 独生子女是小皇帝 孙瑞雪却认为 中国家庭根本就没有小皇帝 因为皇帝 是能受到极大的尊重的 可中国大多数孩子 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他们的许多权利都被剥夺了 很多刚入幼儿园的孩子 不会吃饭 不会上厕所 不会借鞋带 因为在家里 大人都是为他们做得好好的 家长会说 这是因为我们太爱孩子了 所以帮他们做 可是扪心自问 其实 是你们自己怕麻烦 你帮孩子做 远比他们自己做 要让你省心 科学的讲 零到六岁的儿童 除了睡觉 一分钟都不能停止活动 他们触摸 抓 握 扭 爬 等等动作 都是他们生命发展的需要 是儿童身心综合发展的全部内容 如果儿童这方面得不到满足 相当于剥夺他们成长的机会 如果这样 你们还敢说这是爱吗 书中还有一个例子 令我很受启发 也很感动 有一部电影 讲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 她带一个男同学回到自己家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说话 说着说着 男孩就想吻她 女孩拒绝 结果两个人就大打疏手 男孩指着女孩破口大骂 你妈妈有神经病 你也有神经病 女孩的妈妈 确实有神经病史 小女孩没法承受跑了出去 她妈妈回到家以后 看到屋子里一片狼藉 想了一会儿 开车出去找孩子 女孩却坐在一个角落里 非常的绝望 妈妈找到她以后 两个人默不作声地上了车 沉默了一会儿 妈妈问她 你带同学来家里了吗 小女孩没作声 妈妈又问 你同学骂你了 小女孩没吭声 妈妈又说 她骂你妈妈有毛病 你也有毛病 这时候女孩非常诧异地问 你怎么知道 妈妈说 有的时候啊 我们会碰到一个好人 但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个坏人 心平气和的一句话 顿时解开了女孩心中的欲解 我相信女孩以后遇到这类的事情 一定能够从容面对 这个电影里的妈妈就是在帮助孩子成长 这就是爱 孙瑞雪说 我们一生能够给予孩子的只有一样 那就是爱 可是正如全面所说 有时候我们明明全力以赴 心力交瘁地爱着孩子 可孩子却感受不到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你的孩子快被爱包裹的窒息了 因为你的爱里还缺少了一种养分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聊的关键词 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 自由是指儿童的行为 心理 意志 情感 精神 不受外力的支配和压迫 作为成员 我们怎样才能给孩子这样的自由呢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书中引入的一个概念 精神胚胎 儿童在出生那一刻 或者说在孕育的那一刻 大自然就给了他们一样东西 有人把它称为本体 弗洛伊德把它称为生命的能量 蒙特索利把它称之为精神胚胎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理密码 但不管怎么称呼啊 我们都应该知道 这个生命的能量 或者说精神胚胎 它是儿童先天就具备好了的精神发展模式 如果儿童能够根据自己的精神发展模式 破译内在的心理密码 它便能创造和构建一个独立的自我 如果精神胚胎 生命的能量这个说法 你还比较陌生的话 那敏感期的提法 你应该听说过 敏感期是蒙特索利提出来的 是指人在生命发展过程的某一个阶段 它会对外在环境某些刺激 产生特别敏感的感受力 从而影响其心智的运作 或心理反应 并表现出对某个事物特殊的好恶或感受 尤其是零到六岁的儿童 他们在语言 动作 专注力 秩序感 数字观念等方面 都有一个迅速发展的敏感期 在这个敏感期内 他们的内心会产生一股无法遏制的动力 去使他们对特定的事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比如说 妈妈们都有这样的感受 宝宝刚学会走路的时候 他就喜欢不停地走来走去 即使我们把他抱起来 他依然要正突着下来走 其实 这就是儿童正处在走路 这一动作的敏感期内 他对走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但这个敏感期 不是任何成人教育的结果 而是孩子内在的成长需求 是他的精神胚胎 外化的表现 在这个敏感期内 我们应该顺应儿童内在的成长需求 任他们自由行走 不要担心磕磕碰碰 过不了多久 他就慢慢学会走路了 反之 情况就会不一样 我曾经读到过香港作家 曲颖炎的一篇文章 他说是香港出现的 非典一代教育问题 在2002年非典时期 一些婴幼儿因为成长在家长 过度保护的环境里 沙滩没去过 公园能不去就不去 没瞎过毒的东西 不能碰 家长啊 就只差替他们呼吸了 于是很多孩子对世界的感知近乎于零 随着年龄渐长 问题也开始出现了 这些孩子不会走平衡木 不能攀爬 当不了秋千 直到老师建议家长带孩子去看看医生 家长才知道 孩子患上了感觉统合失调症 该爬的时候不能爬 该乱摸的时候不能够乱摸 我们人为地破坏了孩子成长的内在法则 结果便是 孩子出问题了 所以 孙瑞雪在书中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一个孩子的成长 需要的是成人的教导吗 其实 儿童生来就不是一种物体 他们不是成人需要贯注的容器 更不是可以任意塑造的蜡或者泥 而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 能动的 发展着的 活生生的人 他们的成长 尤其是头六年 不是成人教授的结果 而是依靠成人提供的环境 自己建构的结果 这就是要给孩子自由的原因 那么 回到刚才的问题 我们怎样才能给儿童自由 让儿童按照自己的生命成长法则成长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要做的便是给儿童提供一个他们可以自由行动 自由思想的环境 书中提到蒙特索利幼儿园 说在蒙特索利幼儿园 儿童可以自由出入教室等任何一间房间 甚至有孩子把院长办公室的轮椅推得满楼道乱转 也许有人不理解 上课乱走 乱推院长的座椅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哪 其实不然 对于儿童来说 动是他们的天性 限制他们动就等于在限制他们的思考 就是在限制他们心智的发展 如果这样理解 我们还会认为他们是无法无天吗 但是在传统教育环境里面 我们的儿童没有太多选择 上课了 他们只能规规矩矩坐在小板凳上听老师讲课 哪怕他现在不感兴趣 练习拍球的时候 每个小朋友都要拿着球练习 哪怕他真的不喜欢拍球 他只想玩滑滑梯 在家也一样 比如一岁左右的宝宝要自己拿勺子吃饭 因为这个时候他在学习吃饭这个独立的技能 可大人往往选择喂饭 因为喂可以提高他们吃饭的效率 且不会把家里弄脏 要选先去班了 妈妈非得抱一个钢琴班 哪怕孩子不喜欢 只是因为周围很多孩子都在学钢琴 书中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位妈妈正在给两岁多的孩子买饼吃 孩子抓着饼死活不放手 妈妈也抓着饼不放手 并对孩子说 你吃不了这么多 这样会浪费的 可是孩子就是抓着饼不放 并坚持 我能行 我能行 但妈妈就是不给他 殊不知 孩子坚持要一整块饼 是因为儿童对事物有一种 坚定的追求完美的审美观 对于这么大的孩子来说 他还没有节俭的观念 但是审美的观念 却是他正在发展的 孙瑞雪认为 孩子自己动手吃饭 选择爱好 追求完美的经验 都是他们心智发展的需要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能做的 便是提供能让他们自由发展的环境 自由包含了对生命的尊重 对生命成长法则的尊重 对人的尊重 在这种自由和受到尊重的环境下 儿童才有可能破译自己的心理密码 成为独立的个体 那么自由的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书中没有面面俱到的列举 但阐释了方向性的几条引导 第一 儿童可以从环境当中选择吸引自己的事物 他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第二 行动自由 进出教室自由 蒙特索利认为 有屋顶的是教室 没屋顶的也是教室 这完全是取决于儿童对自己的把握 不取决于老师 第三 儿童安静时不应受到干扰 儿童到了一定的年龄 独处的时间便是自我创造的过程 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特定的时间 第四 儿童能自己发现问题 想出办法与对策 并且自己选择答案 比如 很多小孩会把鞋子穿反 无论大人怎么说 他还是会穿反 但是有一天他会自己发现 哦 我的鞋子穿反了 原来秘密就在这儿 这一刻 他会体验到成长的喜悦 所以 应该把发现的权利和惊喜 交还给儿童 因为他必然能够发现 能想出办法解决 第五 儿童可以按自己的意志 将他的发现与人交换及分享 比如 一个孩子穿了一条新裙子 他会不断地找机会跟你说 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裙子 这是他在分享他的喜悦 我们要欣然接受 这种分享 无论对孩子还是大人 都至关重要 因为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心灵连接 如果孩子跟你说 妈妈 乌龟死了 你回应是 你作业做完了吗 试想 几次以后 孩子还会和你分享他的心情吗 所以 我们需要给孩子空间 让他去自由地分享 泰格尔的流行集中 有句诗是这样写的 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 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 我们爱孩子 就应该用爱包围他 而不是用爱淹没他 不是让他感受到负重 窒息 不自由 爱和自由 是儿童飞翔的一对翅膀 少了任何一方 孩子都会失去飞翔的本领 也许很多老师和家长会说 要给孩子爱 要给孩子自由 我们都懂 可是遇到孩子不懂事 做错事 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火冒三丈 不由自主地利用自己的权威 给孩子来个下马威 并约法三张 以后不准怎样怎样 没错 这是因为我们的规则意识还不够强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讲一讲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 规则 我们前面说爱和自由 如何保证孩子得到爱 并且能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 那就是规则 我们必须依靠规则 来保证每一个活动范围内的人 都必须遵守规则 这就是平等的初始 比如我们会对孩子说 这件事是你不对 你要道歉 可是当我们错怪孩子 责骂孩子的时候 我们需不需要向孩子道歉呢 如果我们和孩子之间建立了规则 就是做错事情要道歉 那你做错了事 同样要遵守规则说道歉 也就是说 我们要依靠规则来管理孩子 同时也管理我们自己 蒙特索利幼儿园就建立了七条规则 一 粗野 粗俗的行为不可以有 比如不可以打人 不可以说脏话 二 别人的东西不可以拿 孩子自己的东西归他们自己所有 并且孩子有权利支配他们自己的东西 三 从哪里拿的东西最后还要放到哪里去 四 谁先拿到谁先使用 后来者必须学会等待 五 不可以打扰别人 比如别人在午休 你可以不午休 但你不可以发出声响 影响其他人休息 六 做错事要道歉 并且有权利要求他人道歉 每个人都拥有保护自己的权利 任何人都无权伤害和侵犯他人 七 学会说不 即对于不合理的要求 我们有权利拒绝 这些规则规定了孩子的行为 孩子从规则当中了解哪些事情可以做 哪些事情不可以做 怎么做 当然 这一规则幼儿园的每个人都要遵守 包括校长老师 这些规则也可以供家庭借鉴 我们家有个规定 只有周五晚上可以看电视 其他时候都不可以看 我们这样要求孩子 我们自己也这样做 有时候明明是周五 孩子却忘记看电视这回事了 我们也会提醒他 这个看电视的规则 并没有因为他今天语文没考好 或者今天我们自己的心情不好而被破坏 所以孩子也很乐意接受 只有周五看电视 其他时间不能看电视的规则 可见 规则不是用来治古孩子的 而是保证每个孩子在生活当中 能够获得尊重和平等 是获得爱和自由的前提 只有在人人遵守规则的环境之下 孩子才能够获得安全感 受到尊重 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讲完了这本爱和自由 越发觉得为人父母这一职业 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 而又最艰难的职业 也是我们最需要学习成长的职业 我们不仅要爱孩子 还要知道怎么爱 我们不仅要陪伴孩子成长 还要了解孩子成长中的心理密码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没有终点 中途也没有休息的机会 需要每一位父母全力以赴 不管你是将要踏上这条道路 还是已经在这条道路上摸爬滚打 甚至已经伤痕累累 都值得听一听这本书 它像一扇窗 轻轻打开 我们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儿童 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好 爱和自由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